说一下吊装袋吧 就是从颜色上来分的话 一冬的国家标准是紫色的 这是扁平吊装袋 然后呢两冬的是绿色的 这是三冬的是黄色的 然后五冬的跟五冬以上的 基本上都是红色的或橘红色的 这是柔性吊装袋 就是也是圆性吊装袋 是一个大圆圈的 它里面是扁龙丝它的成分 外面是一层吊装袋护套 这个呢它的一冬的也是紫色的 两冬的是绿色 我手里的是两冬是绿色 一冬的是紫色没有挂样品 三冬的是黄色的 五冬的也是红色 然后五冬以上就是十冬 都是红色或橘色的 就是大洞位的基本上是这个颜色 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比如定制蓝色呀 别的颜色都可以做 这是它的那个从颜色上 取缝吊装袋 再一个就是从吊带的宽度 然后扁平的吊带 然后一吨的宽度是35毫米宽度 然后两吨的是50毫米 然后三吨的是75毫米 五吨的和十吨的是125毫米 十五吨二十吨的是240毫米 往上就是冬位越大 它的宽度越宽 这个都可以定制 然后再就长短 然后吊装袋就是长短的话 这个没有标准的尺寸 正常的话从一米到十米 基本上都有线货 就是一冬到两冬的 就是三冬五冬往上 大冬位的基本上就是 从三米往上到二十米都可以定制 这是就是吊带的一些参数和尺寸 但就扁平吊带 它基本上都是双眼的 就是双眼吊带 就是两头带扣眼的 这是扁平吊装带 然后柔形吊装带 它是一个大圆圈 它是一个圆圈 然后呢 它也可以做成两头扣眼的 就是里面也是冰龙丝 可以做制成两头带扣眼的柔形吊装带 再说一下吊炸带的使用吧 就是使用中注意的一些事项 就是使用时呢 要调那个吊炸带呢 直接挂入吊勾受力的中心位置 就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就挂在它那个吊勾的 这个受力的中心位置 就是挂在它这个中心点上 不要挂在这里 就是使用前呢 就是这些吊勾啊 一定得检查一下 这个防托装置 有没有安全 就是防托装置螺丝啊 有没有送东西想 以免吊带 然后从勾间滑出 所以一定要检查 就是挂在这个吊勾的中心位置使用 然后呢 不要就是勾在勾间上 以防这个吊勾从勾子上滑脱出来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再就是吊炸带使用中 然后不允许那个交叉使用 就是两个这样交叉使用是不允许的 再就是打结 打结使用和就是拧着使用 这种都是不允许的 就比如吊勾带使用过程中 然后出现了空暴 这种打结使用 这都是不允许的 这都是背着操作 都是不允许的 再一个 就是两个吊炸带一起使用的时候 就是两个吊带一起使用的时候 不要就是让它这样重结在一起 这是避免的 就是重结 就是必须的 必须的吊炸带给它分开来 一起使用